300雙 請問你是無功嗎 不就是兩隻腳要300雙球鞋幹嘛 為什麼你們女人一輩子都搞不懂呢 限量兩個字 對不對 你們可以有限量的包 我們不能有限量的鞋嗎 不是嘛 那我不會去買限量的薄金包300個啊 可是妳不能這麼說啊 對不對 因為有的東西是一去它不回頭的 比如說樂高積木好了 對不對 現在2015年 妳去買1995年的樂高積木買來給我看啊 買不到了嘛 那我請問你1995年的球鞋 到現在是不是也差不多要Hookie了 已經Hookie了 是不是真的Hookie了 是不是 所以花那錢幹嘛呢 但是1995年的樂高現在還可以玩喔 因為那個塑膠一輩子都不會爛 麻煩你用樂包的水 你做一雙球鞋給我們家小翼穿 你做得出來我就不噴你 就不出來就不得噴 如果你硬要跟我爭的話 那我想請問你 是 如果有一個人曾經獲得 97學年度HBL籃板王 他現在拿出來講這份榮譽 這個榮譽還在嗎 還敢講嗎 我告訴你 請問你我們問一下本尊 這個是一個無上的光榮 這種東西應該進入台灣籃球名人堂的 是不是 非常偉大 那一年 哪裡偉大 那一年是不是 各隊都沒有中鋒跟前鋒 那一年納利風災 對不對 那一年總共只有兩隊參加HBL 不是只有一隊啊 沒有 一隊怎麼打啦 自己跟自己打 自己跟自己比啊 不用打就直接就獲勝了啊 是不是 不是 說我們男人 你們女人收藏的東西 才多如麻 今天我們就請到了 我們演藝圈三位 真的嗎 腰皮怪怪的耶 精打細算 什麼時候垃圾 想到精打細算 我們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口上 我們聯合國型 有人收藏5萬 有人收藏有票 但是有些男人的收藏 怎麼看都想丟掉 向夢多專門收藏 小鋼豬必勝秘籍 阿里則說 他便宜買到貓王穿過的內褲 到底新男們 還有過哪些奇怪的收藏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搶 你說我們男人 喜歡把垃圾當作寶貝 旅券不聽 就是不丟掉 你們難道沒有想過 他的那一份心嗎 他想要留著 想要留著什麼 應該被丟掉的是妳 好嚴重喔 告訴你可怕就可怕的是在說 老婆不是輕易 對 很難丟 可是我接著 我有腳會走回來啊 我告訴你 有什麼 你們有女人有什麼好講的嗎 女人 有啊 你有沒有覺得你老公 他的收藏品是廢物 他一直都不丟掉的 我老公他很喜歡收藏一個東西 讓我非常困擾 而且那東西很定的耶 那個東西叫漫畫 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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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空間喔 他會空間 而且他的漫畫 等一下我也很好奇 剛剛講到漫畫的時候 阿里藏 伊拉克有漫畫嗎 伊拉克沒有漫畫 但是我們剛剛國外的 像美國的漫畫我們會看 對 很好看 我跟你講我從小就是 你看那種什麼小叮噹全套 什麼我都有你知道嗎 長大了我到大概國中的時期 那時候港漫非常流行 開玩笑我整套都有 而且我每十本用一個牛皮紙袋裝 每十本用一個牛皮紙袋裝 弄得跟新的一樣 然後我 對不起再給我一分鐘 然後那個時候有一本雜誌 叫做翡翠雜誌 翡翠 翡翠 你收集翡翠的 你給我 翡翠的 下流耶 聽來有點怪怪的 四開的耶 那時候是 是香港來的那本雜誌沒有錯對不對 可是呢我就跟我爸吵說 我要訂翡翠雜誌 他說欸 你小孩子看那個幹什麼 因為裡面有連載李小龍 就是港漫李小龍 然後我每天 每個禮拜那個雜誌寄來的時候 我就把那個李小龍那一頁 那幾頁把它撕掉 那一本就隨便看丟看 我媽還是誰要看 我都是撕後面 然後後面都有那種寫真的啊 我就是為了這個 可是有一天 我放學回家之後 我櫃子是空的 然後裡面全部都沒有 我整整哭了一個晚上 哇 好難夠 整整哭了一個晚上 才一個晚上 對啊 我記得是一個晚上 還是一個禮拜我忘了 我媽說她就是太多了 說什麼功課也考不好什麼 然後她一氣之下 你功課考不好不是考慮 你不要給酒甘湯乖 你知道嗎 對 請來哭 對 請來哭 我沒有一集一集收 你讓我來 你也賣光華商場 還是錢比較多一點 樓下那個阿婆啊 對不對 收得很高啊 那些東西如果擺到現在 可能都已經破破爛爛的 你要賣還沒有人要買耶 我跟你講 我老公就是 我覺得很受不了的是 他漫畫他覺得值得收藏 譬如說航海王的漫畫 他覺得值得收藏 譬如說一集他要買兩本 一集有唱完一本發 為什麼 對 他是一本是拿來就是放 一本拿來翻的啊 一本拿來收藏的啊 但是翻的那個 翻的方式也不能折到 只能就是半開45度角那一種 那看起來不爽啊 而且他還要就是 每一本都有書套 我跟你講 他這個就比較沒有經驗了 因為我那時候收藏 灌籃高手就是這樣 漂亮 因為原本就是正常平裝版的 他後來又有出金裝版 一本這麼大本你知道嗎 我那個也是各買一套 就平裝跟金裝各買一套 平裝跟金裝各買一套 好奇的是你們從小到大 所有珍藏的漫畫到現在都還在嗎 還在 還在看喔 所以你們家都一百瓶嗎 沒有 放在床底下啊 對 放在床底下 對 我老公也是放在床底下 可是你知道嗎 他就是很麻煩 因為書台北很潮濕 你就三不五十就是要把它打開來 然後就要除濕 要亮 可是你如果收集 你要放很多課超鈴在那邊 等一下重點是如果你收集名表的話 名表他還會增值啊 可是你收集漫畫 根本就不會增值 然後你會定點 然後放在那邊 你不覺得漫畫 你會收集耶 請問這位太太 我上一次已經問過你同樣的問題 阿滴到底多久沒碰你了 這時候我又在講 我老公現在又向南部在拍戲 那你就可以把它漫畫趁金賣掉 對 好方法 我跟你講 慧琳慧不行 他真的會瘋掉 這件事我哥的老婆有做過 因為我哥哥他也是會收集 就是他會收集一手車訊 你知道我們家一手車訊啊 就是過年的時候 我們才看得到餐桌上面的桌面 過年那幾天才看得到我家餐桌的桌面 然後其他時間全部都是堆我哥那些東西 然後有一年呢 就是他老婆嫁來我們家 就是沒幾年 然後想說那東西真的太多 我媽又跟他講說 過年了要大掃除一下 他就把我哥的那個一手車訊的雜誌就拿下來 然後就是用紅色的繩子捆一捆 就拿去丟掉 然後我哥回來就發現 怎麼會餐桌這麼乾淨 他就問他說 我的雜誌你幫我收去哪裡 他就說 我剛才拿去樓下資源回收了 你知道我哥整個哄 火整個就整個大生氣 然後就罵他 他說你為什麼要丟我的東西 你知道那個東西對我來講有多寶貴 可是你知道那雜誌啊 大概十年前 他老婆還是丟十年前 就是最早最前面前 前面他開始收集的 然後後來怎麼解決 他們兩個吵到要離婚喔 為了一手車訊 對 然後好幾天我哥都不跟他講話 後來是我 他老婆就賠了他大概三千塊吧 賠三千塊 可是這個我 十年前了 十年前 這個我可以理解 他就拿了三千塊給 我當時我也是 滿街哭著去找那個阿婆 對啊 在最後一段的時候 這個我真的可以理解 因為我曾經差一點 跟我姐要斷絕姐弟的關係